日本姐妹市吳氏府會首長 拜會基隆市議長童子偉 雙方握手相見歡 到基隆市與吳氏友好的交流契機 開始在1980年 吳氏Green獅子會 還有我們中正獅子會 締結為姐妹會 此後歷經多年彼此的交流 也有良好的緣分 吳氏跟基隆都是歷史悠久的天然良港 自古以來都是海軍重要的重症 經歷了許多衝突和戰爭 我們兩個城市的人民都深知 和平和解合作的重要 強調未來將加強交流之外 議會特別準備台灣水果 四家蓮霧和芒果 讓來賓品品嘗 雙方护贈紀念品 朋友遠到了來 議會展現代客之道 特別安排參訪議事廳行程 一議會休息就翹一下 我們今天要散會了 今天下班了 我們叫16 果然不一樣 吳氏議長在金融市議會議長 同志偉邀請下坐上主席台 體驗台灣議事規則 而吳氏市長也站在備詢台上 接受議員監督 我們非常榮幸有這個機會可以接待我們來自日本的姐妹是好朋友 那我們也希望雙方在觀光文化教育經濟的交流上可以更深層的接觸 那我們吳氏跟金融都是天然兩港 那也都有軍艦駐紮 然後我們的腹地人口數都非常的接近 吳氏的議長跟我說他們沒有敲錘子的這個文化 那我們就介紹我們敲錘子 譬如說敲一下代表休息或決議 敲三下代表散會等等 讓他們一起來體驗一下我們金融市議會的文化 那我想我們明年也來到吳氏看看他們的市議會 也希望我們可以到廣島看看棒球文化 然後大家可以雙方的交流可以更增進 而就在前一天 韓國上周市市長江永錫議長安靜署等人 專程前來拜會金融市議會 受到議長佟子偉熱烈歡迎 金融市議會持續和姐妹式加強交流 遷起城市和城市之間情誼 也進一步讓世界看見金融看見台灣 記者黃紹明金融報導 謝謝